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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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比较好打 而且是AME最近我认为玩的最好的英雄没有之一 所以是可以办一下 MAYB的影魔啊 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很多就打老干爹不敢放的一个英雄 这一局KG也是放出来了 可能是要针对一下 老干爹这个男人应该说第一轮还是比较舒服的 他半掉了赏金 然后半掉了海明 这两个线上能够骚扰影魔发育的英雄 然后点到了一手很强势的三毫倍全能 又点到了MAYB的影魔 这个男人第一轮老干爹是选到了非常舒服的英雄 然后后面去补四五号位的话可以选的还比较多 比如说沙王 还有土猫 然后五号位上面萨尔小Y都有 所以这一局老干爹应该说选人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里半掉了一手在线上可能会 可能会出问题的三号位 小鹿 然后KG果然是半了猴子 那这样老干爹第二轮应该是可以先选四五 因为他们的最后一手十选 AME可以看情况去补一个英雄 四五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 沙王土猫 小Y和那个萨尔 还剩十秒 还剩五秒 FY玩土猫我是见过的 他是玩过土猫的 只不过优先级没有那么高 先选了一手乌一扎瓦特 这是个线上比较强的酱油 是一个防冲脸的英雄 功能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比萨尔稍微弱了一点 萨尔刀六可以带动节奏 而且有一个非常强的流人撇势 选乌一呢 就是更偏向于阵地战 他的阵地战能力比较强 乌一全能 双奶 这里KG看一下 要不要点一手冰魂 不过点冰魂的问题是 他们这个阵容的四号位大牛 也不带空 电棍也不带空 线上不太好配合 包括中期也是一样 而且他们选不到虚空 然后就是三号位要不要点末日 三号位点末日 团战中可以找群能骑士放大 但是问题是末日这个英雄 他其实也不带空 而且末日不能当前排 末日是比较脆的 这里还是选择了一个 比较常规的独狗大牛组合 一个先手空 加一个大牛 然后老干爹这一手 应该是选四号位 四号位上面 最优解肯定是杀王 这个没有什么悬念 老干爹也缺少一手先手 是的 这个 这手杀王几乎是板上钉钉 老干爹既缺一手这种控制 也缺一个先手 杀王作为一个四号位 完美弥补老干爹之用中的缺陷 最后一手 AME的一号位 看他自己想玩什么 这一局可以玩的其实比较多 打电棍的话 其实我觉得飞机是还不错 老干爹这边 作为一个远程核心 不是很怕剃刀 跟阵容的配合度也比较高 线上配合巫衣杀王 很容易杀人 中期的伤害也有 节奏也比较快 对方有毒狗在 所以这局老干爹选露娜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不适合 然后有电棍在呢 选近战核心可能会被针对 那综合来讲飞机是不错的选择 这里KG的一个四选 缺少三号位和一手 一二号位军可的英雄 应该是二号位偏多 因为这个电棍选出来的话 应该就是打全能的 所以中单位上面打影幕的点还没有出 目前说女王是不错 女王的话这一局 老干爹控制能力并不是很强 女王算是比较好发挥 而且KG这个阵容说实话 真的很缺爆发 死亡先知 死亡先知的作用就是 他的线上能力比较强 然后不太容易被针对 本身能够作为半个前排 去吃一些伤害 带一首面沉默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一局死亡先知是 是不如女王的 因为死亡先知打影幕 对影幕形成不了任何的压力 最后一首老干爹 半掉一首潮吸 KG的这个一号位看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飞机 比较好 KG的这个三号位啊 我觉得是有可能选末日的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是完全处理不了 全能骑士 而且选了死亡先知之后呢 爆发骑士还是有点低 女王主要是有个爆发技能 可以秒人 像老干爹有全能骑士在 最好是能够先手把人秒掉 不然的话 全能骑士这个加血跟魔面一旦给上 可能就再也杀不死人了 啊对 老干爹选CK还可以 对 混沌骑士也不错 混沌骑士打颠棍很好打 嗯 混沌骑士稍微的有一点怕大牛 这里是KG办了一手节奏比较快的蚂蚁 最后一手KG 先选三号位 蝙蝠 呃 强先手点控 KG这个阵容的输出是有点不足的 他们非常依赖 蝙蝠的先手大招拉人 加上大牛大的这一套combo去秒人 一旦这两个技能杀不死人的话 其实死亡先知跟电棍的输出 都是比较平缓的 而且这边老干爹是有一个 全能加巫翼的双奶 所以后面可能会比较难杀人 这里老干爹我感觉还是飞机好 混沌骑士这局比较吃装备吧 因为KG虽然说输出爆发不高 但是AOE其实还挺高的 AOE挺多 蝙蝠的火 死亡先知的波 电棍的F 大牛的CT 全是AOE 所以混沌骑士前期的时候 也不是很好发挥 但是飞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空期 看老干爹怎么想 全能骑士身上这个衣服上写的什么字 我发现写着象形文字 兄弟来自于哪个原始的部落 水人在被砍一刀之后 已经基本上被砍出历史舞台了 看不到了 水人凉了 结冰了 谢谢AOE的爱心 敌法师不是特别好 因为对方有毒狗 毒狗是比较克敌法师的 所以这也是我不推荐选露娜的原因 因为有毒狗在 所以露娜 敌法 TB都不太好 我觉得就是飞机和混沌骑士二选一 飞机的话就是 前中期会比较厉害 小鱼人 这个我是没想到 讲道理 我觉得小鱼人这一局不是很好发挥 为什么呢 因为小鱼人很怕非指向性AOE 他大招的时候呢 自己虽然说不能被选中 但是会被AOE打中 KG这边全是非指向性AOE 蝙蝠的火 死亡先知的波 死亡先知的面沉默 毒狗的暗影剧毒 电魂的等力子场 大牛的CT2连 大招 小鱼人是放大之后 还是会中很多招的 所以小鱼人这一局的发挥空间 我感觉不是很大 而且毕竟是一个近战核心 对方有一个电棍 有一个大牛 这两个英雄都是很可近战核心的英雄 这一局小鱼人我觉得选的不太好 这个小鱼人团战的时候 如果中到死亡先知一手沉默 或者说被大牛近身 都很容易死 AME最后选这么一手英雄 只能说明他对于这个英雄异常自信 这个肯定是跟选手沟通去选的 AME确实他有一手狂战小鱼人 这个比赛中我是见过的 这个狂战小鱼人也不能说是AME开发的 最早我见狂战小鱼人应该是在斗鱼上面 有一个主播叫亚瑟 他是小鱼人绝活哥 他当时是开发了一个狂战小鱼人 先出狂战 然后两分钟补一个引刀出来 小鱼人带了三组补给 现场准备打蝙蝠 Charlis的全能带鞋 有毒狗在是勾不了兵的 毒狗这个关是可以转移仇恨 所以他只要一关兵就走了 孤独风中一匹狼 赢 MAYBY的影魔 MAYBY的影魔 他是比较喜欢在对签的时候 身上多带一个芒果 多带一个芒果 然后保留一个 影压的 突然性 这是我看MAYBY影魔的一个操作习惯 他喜欢是多带一个芒果 然后再和大魔棒 绿脸塌定 那个是我必然饭的时候可能会吃的一个东西 赠予阿摩男神 金冰眼吧 这个金冰眼还是辨识度很高的 这应该是DAC的时候 第一届DAC的一个视频 这个叫什么海八之 完了 文化缺陷不认识第四个字面什么 当时出了一套这样的视频 其实都挺难念的 还有大圣大圣也出了一个 大圣也出了一个视频叫什么 也特别特别难念 当时我们还讨论过 后来也忘了 电棍也是有邪的 如果先放一个现眼 全能这波兵不好够并不好够 跟沙王两个人想抢一下服 这里电棍这个抽空还是没用 这服直接让了 让你吃服 我去防够兵就可以了 反正下路我这边也是双服 这里死亡先吃了单服 然后回中 没有人帮卡兵 蝙蝠自己也吃一个赏金服 那这样隐谋的话 应该是一个兵线优势 海八之配 配 这字居然念配 中国真是 中国文化不大精深 远程兵让过去 这样线可以完全控到 几方的高台上 上路的话是 两个人一起勾兵 然后FY要送一血 这里强行勾兵 全能其实学的是光环 有点 有点勉强啊 我觉得 强行勾兵 然后送了一血 兵也没有勾到 这里蝙蝠也是强行勾兵 但是他也没有成功 他是毁了一下兵线 破坏了一波兵线 但是也耗了很多补给 这补给品已经是不太够用了 这里是关了一手全能 抽一波 这个远程兵是不会让的 垫一刀 补到远程兵 老干爹这个双猎 感觉压不了电棍啊 双近战的双猎 打电棍 没什么优势 中了隐魔3-1 死亡先知5-1 Maybe这个刀也是被 被影响的比较难受 还是先运了组吃术 然后准备直接出血 小鱼人补刀还可以 8-4 进来还是买了个补刀斧 其实补给还没有吃 因为第一波是他先耗到了蝙蝠的状态 全能骑士还是勾到了一波兵 我刚刚看到应该是运了一个大药过来直接吃掉了 然后这波应该是运血 独狗加速绕了一波中 但这个线 不太好动手 而且没必明显是意识到了 这里是有个眼的 这个眼 刚才可能看到了独狗 AME这一局应该是要出狂战 我觉得 按照他的一个打小游人的风格来说是出狂战的 上路电棍被骑脸 独狗还是踢过来 电棍是没什么补给了 需要给个吃树 运了装备过来 运了一组树加上一个大魔棒 准备要合假腿 全能吸食混得还不错 抽了一下 这里关 保证抽满 伤害加深 给沙王一个洗礼 电棍的攻击力非常高 已经几乎抽满了 沙王这个穿刺还没用 三脑全身之下口洗礼 但伤害应该也是不够杀死 要往回撤 两个人都是残血 不过这边KG也没有控制了 然后下路刚才这边是 巫医被强杀了一波 这个巫医身上真的干净 什么都没有 就踢出来了 小鱼的补给也没有说 分给他一点 谢谢战魔送给我的 大鸡大力2018 中路隐魔的补刀 还是被压了不少 DP是25-10 隐魔只有13-3 被压了将近一倍 而且是耗了很多补给 又有一个大药 没必中期要补了 这里DP是已经双化剑 沙王隐身来一波中 隐魔的等级是4级 这个血量有机会 但是KG的扫描是发现了位置 来了 这边 先手C炮 穿刺定位 X炮 点一下 漂亮 伤害正好 但这里蝙蝠跟大牛一波游走 三层游 开火 往前跟大牛的移速也很快 巫医麻标记很及时 再反刺芒果两连牙 漂亮 两枚币 一波起飞 直接完成了一波三杀 魂补满 然后 状态可以吃锅 啊 这一波的话是 完全起飞啊 刚才那个芒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打了四发引压 1200的伤害 这一波把KG线上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优势是完全葬虫掉了 下路小鱼人 继续对蝙蝠 上路全能骑士 强行混线 有巷尾鞋带着一个二级洗礼 这个地方一口加血 巷尾鞋往前跑 但是被关了 有点危险 上方赶过来 应该要刺 刺电棍 刺 给了诅咒 被抽弓 刺一下 打伤害 能不能杀死 诅咒是二级 应该死了 电棍力量腿 不TP 他为什么不TP呢 杀王有第二手刺 他可能担心 刚才我觉得杀王第一手刺完之后 可以马上TP 应该回家是不会死的 这里中路隐魔被强杀了一次 大牛游走 杀王赶过来 有穿刺 先白杀 但粉王先这手大的 穿刺一下 灵魂之地挡了一波伤害 无疑也没什么技能 反新魂巫术 FY这波危险 中了一个魂子伤害 直接被吸死 这一波的话 赢是打回了一波 七级利用一个大招 杀了隐魔 而且还可以逼一波塔 这里隐魔落地 过来守塔 没必这局是在补给上面 花了很多经济 买了很多吃树跟大药 为了保证状态 刚刚虽然说完成一波三杀 但是经济的总量 应该也不会很高 可以看一下 现在隐魔的经济 还是排在第四名 DP是3000块第一 这里又是一个CT二连 踩住 死亡先生往前跟3d7混合住 但是对方有两个酱油在旁边 保镖左右护法 没有对隐魔动手 隐魔师先把假腿合出来 DP双挂剑相位鞋 这个攻击力也是比较高的 这里两个枪在中路 挂机保隐魔 再保隐魔放一层增加眼 非常重视对于没臂的一个照顾 下路蝙蝠 小鱼人 小鱼人先做了一个天鹰 这里绕了一波钟 有机会来了 赢这不有点大意啊 没有意识到这方的一个游走 中了诅咒 调整位置 两连压 独过一手关 给隐魔一个定位 出身第三炮 啊这边带走了应该是 这个时候关DP 其实DP 关DPDP是必死的 找机会关别人可能还有点机会 发现现在是 打到中期人手一个灵魂之类啊 第一波伤害 第一波技能都没什么伤害的 全能七尺继续勾兵 这波兵勾的很多 勾到塔下 然后往前走 电棍是 勾到野怪附近了 电棍直接放大 把全能七尺赶走 然后自己过来收这波野怪和小兵 杀王 乌一选择了一波开悟 想动一波电棍 这里全能七尺是三级的洗礼 杀王 两级刺 乌一两级诅咒 这个爆发应该是够 电棍的血量并不是很高 来了 主要看先手能不能打到 光环 先黏住 一口洗礼伤害打出来 电棍已经是 一具尸体了 下一个洗礼马上好 带走 这里中路隐魔也被动手 马上TP过来救 全能骑士 小鱼人都来了 全能骑士落地一口加血给魔免 隐魔还是死了 但是应该能 拼死一个死亡先知 再放大招 大牛被杀掉 这里麻必要技没有视野 往前跟 麻必要技给个定位 小鱼人没跳 跟野怪谈了一波 这里是远古野助攻 让AME完成了一波三杀 这一波直接是打肥了小鱼人 准备要出狂战了 再跟队友吃一波锅 满状态 久击小鱼 老干爹这个双合的节奏 还是比较不错的 总能在合适的位置过来收割 隐魔现在是比较穷 但是他补的会比较快 等级起来之后呢 依靠小进化 无限贴进化打野 清野效率是非常高的 这里拉过野的 两波大野三炮带走 这样隐魔是可以非常轻松的 先野双收 把经济很快的补起来 全能其实在出战鼓 小鱼人回到线上 继续来补狂战 这一句老干爹是中期发力 要等小鱼人狂战斧之后 再补一个引刀 然后隐魔的BKB 加上杀王跳刀之后 再来发力这里电棍想单杀 漂亮 芝芝是9级电棍 单杀了一波查理斯的全能 7级全能 伤害把握的也是非常极限 假腿战鼓 突一过来左眼应该是被看到了 这里有KG自己的防守眼 打了点 蝙蝠的话是斜平1400 小鱼人想法A了一下 没有敢往前跳 蝙蝠等级也是比较高的 满级火 盲目乱跳可能会出事情 这里两波中野 引魔引压再轻 再贴进化 进野补发育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里在做战鼓 DP大牛选择立波开悟 抢一波节奏 这波想找一下小鱼人 不想让AME5解肥 小鱼人300 这里也是意识到了危险 马上提上 那这个巫医可能 巫医也没有破误 小鱼人上来之后买了一个尖刃球 然后探到了对方的视野位置 电棍也是察觉到了危险 选择了踢中 那这波可能是一个换塔 KG可能会推下路 然后老根捷推上 引魔也是换到上路对方野区来发育 跟队抱一波团 准备走的是物理路线这一局 这波应该是一个换塔 没有悬念了 中路巫医已经6级了 还是补一下线 现在还没有到老根捷的发力期 还要等一下双核的装备 然后KG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战斗力来说 应该是要更强一些 主要是等蝙蝠这把跳刀 有了 蝙蝠出跳 KG马上要来一波开悟节奏了 上路小鱼人把枪压得很深 这个上限也是必须要回来守 打出一个塔房 看到没人 没人我继续带 嗯 小鱼人还是耗了点状态 这波冰也被清掉 看到有人来直接走 这里下路KG是要直接逼二塔吗 这逼二塔肯定不明智了 人已经被打到上路去了 选择了一波推线开悟 然后往中路包 这里老干街是三人抱团 嗯 KG也是三人 但是走的路线正好是错开 没有看到 隐魔的话 近也可能会发现 单刀隐魔 这里蝙蝠马上破误了 开火 看到隐魔过来 跳拉 有了 这里拉住之后 独过放大招 加死亡先撑个大牛 全能骑士给手 加绝魔免 自己被踩 隐魔一击引压 全能骑士这边放大招 乌依给个麻标记 这里蝙蝠再过来 跳烧乌依 乌依是没技能暂时 隐魔再看位置 这里KG不好深追 技能用光了 小鱼人来切入了 杀王一手三四 刺了前排 隐魔两击引压定位 赢还是没死 这里小鱼人先切死一个毒狗 再往前追 但是老干爹应该也没有 后绝留人了 看麻必要技怎么样 麻必要技走 跳走了 这也追不到了 这一波的话 KG就是因为他们阵容的爆发 不是很高 所以拉住隐魔之后 第一时间没有能够秒掉隐魔 全能骑士跟上两个技能 救下隐魔之后 就是老干爹的一波反打了 AI秘食又过来收割了一下 然后再回到线上 奥数服 马上狂战服 杀王也是摸出了一把跳刀啊 这把跳出的还是比较快的 15分钟不到 丝毫为杀王跳刀 026的杀王 这个时候KG需要围绕边覆这把跳浪 找一下节奏了 这里下路 蝙蝠没大 扫描发现了隐魔 直接过来找 找到了 关一下 隐魔这个位置感觉是不好走 被BOSS原地放大打伤害 把伤害打出来 然后等队友过来收割 不过老干爹三兄弟好像没想来 因为小羽人是来不了 这波妹币又是被抓了一次 被扫描发现了 这个位置 带线带的有一点瘫 这里是 算数变相保小羽人出狂战了 小羽人是15分半狂战服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狂战服是15分半出的 然后从狂战服到引刀 小羽人需要多长时间 以此来看狂战小羽人杀得有多快 当然前提是他不能 中间不能死 蝙蝠 看到了 蝶友 想先骗C 然后再补拉 确实拉住了 电棍过来抽弓 但小羽人大招还在 开大 想跳 跳CD 跳到人身上了 AME这波就很危险 哎哟 AME这一波想多了呀 他为什么 看到蝙蝠之后 他不马上开大招C 然后跳走呢 他硬是开C之后 吃了蝙蝠的拉 觉得自己死不了 刚出狂战死了一波 这波是AME想多了 他直接放大蝙蝠 肯定是 处理不了他的 这里 杀王发现了蝙蝠 先手 引魔引压C 打了一技 Z炮应该是够了 点死 下路想过来 弄大牛 上塔被推掉 现在 在两边经济还是咬得比较紧 小羽人要过来强行抢电棍一波野 抢到了一只 蝙蝠踢中 如果 蝙蝠自己有物 再开一波物 找人 这里杀王 吃了个隐身符破物 这波F还立功了 这个时候蝙蝠的开物 还是威胁比较大的 引魔跟小羽人还没有什么装备 啊 还是碰到了 赶紧开C 蝙蝠晚开火 跳过来拉了一个巫医 啊 这个巫医应该是逼死了 这里老干爹双合还是要补一些中期的装备 引魔 想先出一个飓风场几 然后再来出BKB吗 出飓风场几 去防一下电棍的抽攻 这里把线压过去把人打回来 中路死亡先只想逼二塔 这个大招没舍得开 上路小羽人也是在压线 现在老干爹开始带球 但是引魔这个位置比较危险 被发现了 先看到大牛 一记引压 两记 漂亮 先杀了一个人 然后这里蝙蝠也是没大招的 啊 这里没办法看着引魔TP 因为中路杀人用过了 报了信息 这波老干爹还是很聪明的 通过代线牵扯 把对方的这个人给打散 而且还杀了一个人 典型的一个维维旧招啊 全能机制补睡风 小羽人的引道快乐 老干爹选择了一波主动开悟 在这里的一个私人开悟 FY带着两个假野 进野区 应该是要在对方野区 铺一波视野 然后找一波机会 同时帮AME争取一个引道的时间 这里AME是自己带的一个真眼 用来反眼 这里毒狗 发现了 定位一击引压 带走 节奏还是老干爹要更好一些 在中期 虽然说局势上面 KG中期应该是要更强势一些 但是老干爹在对方强势期 还是找到了一些 比较合适的机会 这里小羽人是引道做了出来 所以小羽人是在狂战斧出来之后 被杀一次情况下 五分钟做出了引刀 刷得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这是一个 诶这里 蝙蝠跳过来吃斧 撞到人脸上 这里正好被杀掉 合到没有视野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他在出引刀之后呢 再补下人装备会出得更快 这是狂战斧这个 道具的一个效用 中路小羽人直接放大 那这波中塔应该是不推了 这个时候老干爹还没有必要强推 装备还没有成型 老干爹最优的时候 应该是等双合BKB 那一波推进是最强的 因为这个KG的这种成长性 其实并不是很好 他们的双合都没有什么爆发 而且刷得也不快 所以老干爹是没必要着急 这里KG是要主动开拨物了 这个局势再往后拖的话 对他们来说还是很不利的 选择了一波主动开物 三人开物让电关露线 这样开物会比较隐蔽 双合露线三人开物 进野开火看到人了 应该是隐魔 隐魔的走位是没有被看到 这里应该是被小鱼人破了物 刚才 电棍的BKB晚上有 小鱼人逛了一下 然后放了个 这是对方的真眼 现在KG想主动推进的话 这个兵线是个大问题 他们清线太慢了 电棍刚把上线带过来 下线就被逼到塔下 而且对方的双合 还是比较灵活的 隐魔移速很快 小鱼人是更加灵活 所以他很难抓 对面带线的核心 这里下塔被逼掉 这里一个先手拉 发现了全能骑士 伤害够不够 给了一手沉默很关键 但是没有拉上来 这里反而发现了一个电棍 电棍是没有BKB 刚运到 哎呀 直接跳死了 实际也是不太好 KARLIS给自己磨免 放大 隐魔中了技能 原地放大招 打了一个比较高的伤害 找死亡先知 关了一手救一下 小鱼人呢 小鱼人 来收割 来了 跳到前面 找毒狗多 关CD 先开一个C开大招 点两下小鱼人 切死一个毒狗 被踩中 但是没关系 KG伤害不是很高 给了小鱼人一个磨免 这里吹风 没有跳中 再往前跟 死亡先知也阵亡 蝙蝠想走 还差一点伤害 麻比较近 点死了 这一波打了KG一个团灭 这一波之后 这一局老干净基本上已经稳了 打到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KG的伤害已经明显不够了 而且关键是 这一波电棍的BKB 在运来之前 正好被动了先手 直接被秒掉了 所以电棍这个BKB 运来的时机也是 有点可惜 等于说开团正面少了一个核心 然后KG的先手 拉全能骑士 但是没有拉到高坡 全能骑士也是 没怎么掉状态 打完这一波之后 老干净领先了1万经纪 这场比赛 我个人感觉老干净是比较稳了 小鱼人甚至已经考虑 不出BKB 出林肯了 隐魔的话 可能也不出BKB了 因为局势很优 就没有必要出BKB了 如果局势比较焦灼 或者是劣势的话 是需要出BKB的 来打一波正面的 这个时候老干净 是有往后多的资本的 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出BKB去 强求一波正面 他们往后打也更好打 因为刷得很快 隐魔这个装备 因为不带回蓝 所以没必主要 打也还是以普攻为主 小鱼人的林肯钱应该是够了 就点了一个真眼 这个真眼是没反到对方的 这个高台的核导演 虽然能这也算是一个移速流 相为战鼓吹风 杀王也在不吹风 这个这种情况下 KG有点一筹莫展 找不到打开局面的方法 也确实是如此 他们主要是倾线太慢 然后爆发又不是很高 不好分散杠客 只能抱团 那这样的话老干爹无论是带线还是 违索的抱团发育 他们都没什么好的办法 主要是处理不了线 再往后拖的话 经济差只会越来越大 小鱼人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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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人林肯 KG还是爆弹开了一波雾 这波开雾通过扫描 发现了老干爹人的位置 但是看先手怎么样 杀王破雾 一个秒卖杀 又是躲开了 这里蝙蝠再开火肯定是没有先手的机会了 蝙蝠带了宝石这一波 这波弹老干爹其实可以考虑反击 可以打穿老干爹现在 但是往后刷他们也可以接受 全能骑士 直接在一个被拉的位置被拉到 但是伤害够吗 给一个磨免放大 伤害明显是不够的 如果关蝙蝠自己要死 还是要追蝙蝠 蝙蝠有宝石 跳过来跳动蝙蝠 小鱼人开大 切死蝙蝠 地上有宝石 宝石暂时没人捡 应该是被KG的人捡了 死亡先知BKB吸小鱼人 这肯定吸不死 正面已经只剩下死亡先知一个了 BKB结束 FY马上有刺 有吹风 这波打完之后是板上钉钉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他们不管拉谁都秒不掉 这个阵容的爆发太低了 虽然说死亡先知电棍双BKB能够刚一波正面 保证自己能够打一波输出 但是输出太低秒不了人 解决不了问题啊 之前我就在BP之后说过 如果说KG这个阵容 一旦蝙蝠拉人的那个人杀不掉 后面就很难打 这场比赛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 这个阵容KG是 应该是没有翻盘点的 除非老干爹冲高地送 不然肯定输不了 这个阵容的双核爆发太低了 而且酱油也是一个偏辅助的酱油 如果大牛很肥的话 他能有一个香味战鼓BKB的话 可能自己能输出 但大牛也不肥 他也站不住 那就很难打了 因为蝙蝠这个英雄打到后期 就是一手点控 他不管什么装备出再多 也是一手控制 跳刀推推 都是对于伤害没有提升的装备 然后死亡千只跟电棍 是两个伤害本来就比较低的英雄 这是英雄定位导致的 缺少爆发 所以成容杀不死人 而且对方的双核 还是比较灵活的双核 隐魔移速很快 小鱼人的话是 本来就很灵活 跳过来找蝙蝠蝠蝠跳走 这个时候 小局势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就看老干爹怎么什么时候进攻了 上路想抓一波电棍 A两下 三下 往前跟 四下 一剑贼炮 远地放大 电棍开BKB 往前推 再A一下带走 正好出了暴击 如果这个位置关系地 应该也是要死 被吹风留下落地之后 定位XA炮两剂引压带走 直接A死 没关系 这里影魔 已经是可以靠普攻解决问题了 没关系 没比的影魔 虽然说这一局前期扛压 但是中期补的还是足够快 而且出装也是很有 很有想法 上路一个双倍 这里小鱼人已经是随便玩了 这里是带着双倍 一波上高 两部车 电关20秒钟 KG还没有放弃 大牛要守一下高地 再开一个塔房 还要守一波高 嗯 但其实这个 这一局已经是 没什么悬念了 老干爹也可以 先推下路的塔 然后等小鱼人一个冰眼 宝石递给巫医 小鱼人马上冰眼 老干爹主要他自己 有拖后的资本 而且局面还是优势 这样的优势就非常的扎实 哎 蝙蝠的一个先手被吹风 想杀全能骑士 有莲花 有吹风 大招先放起来 给自己一个磨免 吹风还没用 隐魔被踩了一下 隐魔是没有BKB的 小鱼人来了 切谁 切电棍 毒狗关了手隐魔 隐魔推过来输出 杀王大招 找毒狗 自己被杀掉 小鱼人开大招 过来找人 这个麻标记 位置非常不错 无依 这波麻标记 控制爆炸 再跳中一手蝙蝠 这个跳的时间非常久 加了天赋 多三秒 这里抽 隐魔 隐魔原地跟电棍战装 飓风长几 推开四下普攻 点死 原地放大 被打球敲死 不过小鱼人可以全收 这波拼的比较惨烈啊 KG是打了一个 五换四啊 五人阵亡 杀对面四个 但是小鱼人还在 毒狗一个人买过 小鱼人直接撤退 AME也是 比较稳啊 带着盾就 就不打了 看了一下 只有一个毒狗买活 还是又回来了 这里是大招破林肯 然后给一手关 造两个幻象去 限制一下 小鱼人影响不是很大 继续来拆 这里没有第二个买活 这路肯定是没了 有第二个买活 其实也影响不了小鱼人 小鱼人该走还是可以走 小鱼人 单拆一路 再转上 看你不买活呢 我接着拆 再破一个塔 反正 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 虽然说 KG打了老干爹 一个四人团灭 但是我觉得对局势 没有任何的影响 他的核心还是出不了什么制变装 死亡现在在补大勋章 电棍在补西瓦 这两个英雄打到后面 就是没有制变装 能够让自己的输出 有一个质的提升 这是他们的 英雄的缺陷 小鱼人是要出一个否决挂式 诶 这里配合杀王 想找一波电棍 来了 跳刺 先手 跳过来输出 电棍开启BKB 开了一个 七秒的 刚才是否决挂式没有运到 如果 否决挂式前是不够 有否决挂式的话 这个电棍就死了 叶眼上方圣坛正受到攻击 三千二 未必再出撒旦 战装 加的是法系天赋 然后走的是物理的输出路线 这样的话 老根基应该是要等双合的一个 双二十五级 加上两个大剑的更新 隐魔是已经二十五级了 点了右边的攻击力天赋 隐魔的攻击力是突破了四百 带大炮的一个隐魔 暴击应该是上千 暴击正好一千 小鱼人否决也到身上 那这一波应该是 朗根基的一波总攻 小鱼人否决 嗯 蝙蝠还想敢 这也敢先手 被隐魔推了一下 私下点死 隐魔在高坡 战装输出被拉了下来 隐魔这波危险 隐魔被吸死了 我免是给了小鱼人 杀王大招摇出来 往前跟 但是没刺 被吹风了一下 小鱼选择退 这波AM1不打了 没大招了 这里蝙蝠被先杀掉 然后死亡现在跟乌依 乌依给自己个大骨灰 还是死掉 赢完成一波装上 缴了一个宝石 这波还不错 小鱼人过来打第二波 给了天棍一个否决挂式 自己有谋免 没有被踩中 再过来切 电棍这位置没有BKB 还是要被切死 这里死亡先知跟队友脱节 然后队友是 齐叔被抓 不够想走 两下被点死 AME三杀 还剩一个蝙蝠 蝙蝠是买活的 被吹风留下 小鱼人落地一个定位 跳 跳中蝙蝠 蝙蝠也要死 让人头 小鱼人一波 Ultra Kill 虽然说杀死了影魔 但是没有影响 老干爹这一局 双核太肥了 这个小鱼人是完全处理不了 带着25点的属性 75点敏捷 持续120秒 13杀 1-10助攻 KG也是打出了几记 终于接受了这个现实 这样的话 恭喜老干爹拿下了 BO3第一局比赛 打出攻击